根真教来华在初期阶段的时候 有几个拓方先锋 其中一位我们一定要记得他的名字 因为这是第一位来华的宣教士 叫Robert Morrison 马里逊 马里逊他是英国人 他年轻的时候 在学校里面也读了一些医学 也得到神的呼召 愿意做侍奉的工作 他知道说神感动他要来中国 所以他从1804年开始 就现身愿意申请做宣教士 当他有这样一个心以后 他就开始预备他自己学中文 学天文 学医学 这是跟当初利马多所走的路线一样 因为他知道说 当时清朝没有开放 传福音没有自由 所以他要进入中国 他一定要有一个迁入点 一定要有一个方式可以进入中国 所以他就开始学一些中文 他开始学医学 学天文 这些是西方比较先进的 他希望借着这个作为交流的一个媒介 可以进入到中国 他就1807年的时候 就从英国启程 来到中国 当时因为从英国到中国来 这个路线不是很方便 所以他就先到了纽约 他在纽约那边换船 然后在那边申请手续 在他办手续的时候 纽约的船务公司的这些职员 知道说他要来中国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人就用很轻妙 轻视的口吻对他说 他说Morrison 你以为靠你这样的一个人 你说靠你一个人 你可以改变中华帝国 那个拜偶像的恶习吗 他就是这样来讥笑他 那时候Morrison回答了一句 很有名的话 他说我不能 他说我知道我不能 但是上帝能 我不能但是上帝能 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信念 用这样的一个信心到了中国 1807年9月7号 清朝嘉庆年间的时候 各位晓得清朝最早是顺治 入关的时候是顺治 顺治皇帝 这是1644年 顺治接下来呢 各位看很多连续剧 一概都知道了 顺治接下来康熙 康熙接下来雍正 雍正接下来乾隆 乾隆以后嘉庆 然后再来就是道光 那嘉庆年间的时候呢 清朝到了中期的时候 已经开始由天龙即盛的时期 渐渐开始衰落了 Morrison就是1807年 那时候来到中国 他可以说是 根正教来华的 第一个宣教士 1807年 这个年代 请各位一定要记住 1807年 然后呢 马里逊 这一位宣教士 是第一个来华的宣教士 他来中国以后呢 他所做的宣教的工作 这等一下呢 我们会详细的介绍 我们介绍初期根正教来华的 初期预备时期的时候 所做的宣教工作 这等一下呢 我会再介绍 但是我们先一定知道 就是Morrison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位 根正教来华的宣教士 他刚来的时候呢 到了广州 那么他因为 不能够合法的进入中国 所以呢 他一方面呢 就在广州的13洋行 我们已经讲过 广州有所谓13洋行 就是给西方人可以居住 可以做生意的地方 那清朝呢 比明朝的时候 就更开放了一点 明朝的话呢 只能一年来一次 那清朝呢 他们渐渐渐渐开放 就是说广州的13洋行 那一个就是所谓 外国人住的区里面呢 是可以长期居住的 也就是说商人 或者是商行 可以在那里盖房子 可以在那里盖仓库 那所以呢 马里逊呢 他就用13洋行 他们当中的 东印度公司的翻译 这样的身份呢 就进到那里面去 那他就秘密的学中文 秘密的了解 关于中国文化的情形 准备向中国人传福音 开始的时候呢 他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艰难 后来他靠着神的恩典呢 渐渐把中文学得相当好 在几年的时间里面 他就编了字典 后来翻译圣经出杂志 这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介绍 那我们先晓得 初期传教士当中 几个各位一定要知道的人 初期阶段 几个很重要的人物 这几个名字呢 各位老老的记得 就好像我们在讲说 中国历史中 有哪几个重要人物一样 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这是通试方面的课程 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一个是马里逊 1807年 好 第二个呢 更正教来法的传教士 叫米莲 米莲呢 他是1813年来华的 刚刚讲的 马里逊是1807 米莲是1813年 他为什么会来中国呢 本来按照当时 对宣教士选拔的资格 他是没有资格来中国的 因为他六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就去世了 所以呢 他母亲很辛苦的抚养 他们孩子长大 他从小呢 要做牧童 各位小的 做牧羊 好像大卫王一样 去做牧羊的牧童 那所以呢 因为在牧童这一种的背景里面长大 所以呢 他的衣服啊 他的举止啊 他的文化素质啊 他的动作啊 他的知识水平啊 都是很低 很出野的那一种的背景 所以呢 当他得到复兴 愿意来中国宣教的时候呢 当时的宣教才会呢 不准许他来 他们认为说 你没有资格 甚至他们审核委员会里面 还有一个人讲说啊 他去做这种工人最合适 他要去中国做宣教士呢 是绝对不行的 因为在当时英国人的心目中 他们认为说 中国有很古老的文化 所以呢 要像丽玛窦一样啊 像Morrison 因为Morrison他是比较有学问的 他学过医学天文这些方面的 那他们觉得说 到中国这种文化很深厚的地区 那传教士呢 知识水平一定要很高 一定要有现代化的训练才可以 所以呢 他们认为说 像米联这种人去的话 会好像损坏人的面子一样 所以呢 就当时不准许他去 但是他坚持 把他的心智 跟他们分享 而且他们听完他的祷告以后 他为宣教的祷告以后 他们也很受感动 所以后来终于就 就准许他到中国去 当时他说 他说你们如果觉得 我没有资格的话 那我去中国 我可以做任何的工作 他说我去洗衣服 去烧饭 我来服侍马里逊博士 我让他可以专心的传教 我去愿意做任何仆人做的工作 后来他们看他有这样一个心智 所以呢 就准许他去 他去了以后呢 马里逊 他是用东印度公司的 翻译的身份 所以他有一个合法身份 可以在广州 那米年的话 因为他没有这样的学问 也没有这样的身份 所以呢 他就不允许进入到广州里面去 那他的居留问题 就变成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后来米年呢 主要就是在马六甲 也就是在马来西亚的西边 这个马六甲 因为那边有很多的华侨 那边各样的设备都有 所以他主要是在马六甲那边来侍奉 他的妻子呢 跟他一起来在澳门 那么他一个人呢 就到马六甲那边工作去释放 那他主要是帮助马里逊呢 在那边办学校 办杂志 印刷出版书籍 他主要做助理的工作 但是他经过几年的时间 认真的服事跟学习以后 后来他的中文程度也非常的好 甚至他去世的时候呢 很多人称他为米年博士 一个木童 后来称为米年博士 因为他愿意被神所使用 神就把智慧跟恩典给他 他是1819年的时候呢 妻子就死在澳门 他自己1822年的时候去世 好 这是第二位 也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米年 那各位在我们后面的 这个图表里面 第三颗的图表里面呢 可以看到他的照片 看到他的画像 看到他的图片 好 第三位 中国第一个受洗的信徒 第一个受洗的根正教的信徒 叫蔡高 蔡高呢 他是广东香山县人 广东的香山县人 他主要是一个印刷工人 他协助马里逊来做印刷的工作 后来马里逊替他施洗 所以他在1814年9月9号的时候施洗 中国第一个受洗的信徒 第四个呢 很重要的人物叫梁发 梁发 梁发呢 他也是广东人 因为当时宣教师是在广州嘛 主要是先到广州 所以呢 当时吸收的信徒 主要是广东人 1816年11月3号的时候呢 在马六甲 就是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 那个地方呢 是由米莲来替他施洗 他当时呢 随着米莲到马六甲去 也是帮忙印刷 帮忙出版 他自己中文的造语相当好 所以呢 他在那边呢 一方面帮忙 做印刷的工作 出版的工作 一方面他也写了很多的书 跟小册子 那他的妻子呢 1820年的收洗 是中国第一个 根正教的女性徒 这些都是第一个 第一个 因为这是初期阶段 所以呢 这几个名字 我想我们一定要记得 马里逊 米莲 蔡高 梁发 1823年12月的时候呢 梁发呢 他被马里逊 暗立为中国第一个传道人 也就是说马里逊呢 暗立他作为中国第一个根正教的传道人 那他就写了很多的著作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著作呢 就是1832年的时候 1832年的时候呢 他写了那一本劝势良言 劝势良言呢 基本上是九本的小书 然后再把它合在一起 也就是说他一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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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写 其中有一部分呢 是把圣经 比如说旧约新约的一些教训 把它选出来 其中一部分是这样 那另外一部分呢 就讲基督教的教义 图片集里面 其中有两个page两页 我把劝势良言 劝势良言其中的一部分凑出来 那我给各位看呢 主要是让各位有一个印象 就是有一个了解 当时呢梁发 他就是用这种很浅显的 很容易懂的 一般人能够明白的话 他把基督教的教义 跟圣经里面的精选 的一些一部分的圣经 把它选出来 这是劝势良言 那这本书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这一本书呢 后来对洪秀全 他的太平天国有很大的影响 洪秀全呢 初期的时候 对基督教的接触 对基督教的了解 就是从劝势良言里面来的 那我们等到第四课 讲到太平天国的时候 会再讲到劝势良言 也会讲到洪秀全 怎么样受到这本书的影响 好接下来呢 我们就讲到这一段时期 教会初期的阶段 更正叫来华初期的时候 他们所做的步道的方式 这段时期是一段预备时期 因为当时呢传教没有自由 当时呢不能公开的去传福音 甚至连外国人学中文都受到限制了 因此他们在那个阶段里面 他们怎么来做呢 首先第一个他们做文字印刷的工作 在1812年到1815年 各位看看这是马里逊来中国几年以后 他是几年来中国的 1807年 那他1812年开始呢 他就开始来编中文文化 那另外一个名字叫中文化成 中文化成 那有的有的称之为中文文化 他就开始编中文文化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他知道他目前没有办法自由传教 但是呢西方传教是如果要来中国 一定要学中文的 一定要学好中文 那要学中文你怎么来学呢 他就开始把中国的文化编出来 然后接下来1823年的时候 他出了华音字典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本字典 因为他把华音意思叫做汉文的意思 然后跟英文的意思来做对照 这样的话呢 只要懂英文的人 当时欧洲人大部分都懂英文 虽然他们懂英文的传教士 那么就可以来根据这个字典 来学习认识中文 可以做翻译的工作 所以呢 华音的字典跟基要真理的小册 这是马里逊 他所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当然有良发在帮助他 有一两个中文的助手在帮助他 但是呢 他开始呢 去注意做这个预备性的工作 文法 字典 还有一些基要真理的小册子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翻译圣经 各位晓得 任何一个新的地区的宣教工作 一定从翻译圣经开始 马丁路德他宗教改革以后 那他有一个阶段呢 用将近两年的时间 也是把拉丁文圣经翻译成德文 那我们今天讲威克里夫 不是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宣教团体 叫威克里夫 威克里夫他为什么被人所记忆的呢 主要就是因为他当时也是把拉丁文翻译成英文 就是他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呢 就开始在改教运动之前 他就已经做翻译的工作 任何一个宣教士到一个新的地方 面对一个新的语言的时候呢 他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要翻译圣经 因为翻译圣经呢 是当地的人可以自己读圣经 自己可以认识圣经的真理 所以呢 马里逊呢到了中国以后也开始翻译 1810年来中国才三年 他就已经开始翻译使徒行传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那我们在我们的图片里面呢 各位可以看到他所翻译的使徒行传 我用了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把其中的第一章呢 我把它找出来 那马里逊呢 他所翻译的圣经 现在当然啊 大部分地方都看不到了 但是美国纽约的圣经工会 还可以看到当初他的翻译本 各位如果有机会到美国纽约的圣经工会 你到那边去看他们的圣经博物馆的时候呢 还可以看到这个圣经 同时也可以看到在十几九世纪末的时候 慈禧太后生日的时候呢 当时宣教士也合起来送给慈禧太后一本圣经 那那个圣经的是金边 这个金是真的金的 不是我今天烫金而已啊 是真的用金子做的那个封面 非常漂亮的一本中文圣经 送给慈禧太后做礼物的 那个在美国圣经工会 纽约的他们的博物馆里面都还可以看得到 好 马里逊呢 他1813年呢 把新约圣经全部翻好 然后就在广州出版 1819年的时候呢 把旧约也翻译好 在马六甲出版 然后到1823年的时候呢 新旧约圣经的合并来出版 马里逊所翻译的圣经呢 不是第一本中文圣经 就是在他之前早一年 有一位叫麦斯都 他已经先翻了中文圣经 但是呢 马里逊的这个翻译呢 因为他经过的时间长 他翻译的非常的严谨 所以呢 他这一本中文圣经呢 后来成为大部分的人使用的圣经 当然后来中文圣经不断有新的版本 我们等到后面的时候 我们会讲到中文圣经的翻译的几个 过程 但是他的翻译的这个圣经 在当时在19世纪的时候呢 是西方宣教士 如果要学中文 或者是当时中国信徒 要读圣经的话 主要都根据他这个版本 这版本呢 是非常严谨 翻译的非常好的一本圣经 所以呢 第二部他做翻译圣经的工作 好 第三部呢 就办杂志 1815年8月15号的时候呢 他们出版了 中国第一份的民间的报纸 也就是说现代化的杂志呢 是马里逊所出版的 名称叫做茶事俗每月统计传 英文叫 Chinese Monthly Magazine 那么Chinese他把它翻成茶事俗 很有意思 每月统计传就是Monthly 因为它是每个月出版 所以叫每月的统计传 茶事俗每月统计传 那这本杂志的封面呢 我们在我们给各位的图表里面 各位也可以看得到 这本杂志呢 它因为是杂志嘛 所谓杂志顾名思义呢 就是说杂志不是像书呢 有一个特别的专题 它是包含好几方面的 其中呢 包含介绍西方的科学 法律 一些新的知识 那另外一方面呢 当然讲到教义 讲到圣经的部分 主要分为这两种大的部分 它借着一些新的消息 不断的介绍一些新的资料消息 那么让中国人呢 对西方的文化有一些了解 同时对圣经的教义有一些了解 那么像梁发写的这一位 劝势梁言 也在这个杂志上 陆续陆续的刊登 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份文字工作 接下来呢 设印刷厂 他在马六甲的地方呢 就设了一个印刷厂 那当时的印刷厂呢 就是用活字版的签字印刷 这是戴德森的岳父 戴德森 他的妻子的巴巴岳父呢 last name叫Dyer Dyer是D-Y-E-R Dyer 他当时呢 发明了一种活字版的华文签字 也就是说活字版的中文签字 我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看过这种签字 这个现在已经没有了 我们现在都是在 在电脑里面打字 我们很多人已经不知道 可能从来没有看过 那我想至少在30年前那时候 还很通行这种签字 那签字的话呢 主要是他用签 把一个一个的中文字呢 造出来 然后呢就在一个大的木板上呢 把这个签字箱上去 那中间都有间隔就加一个签条 那么就空一个 就空一个的意思 或者是标点符号呢 也是一个签字就加上去 加上去以后呢 再把它挤得很紧很紧以后 然后用油墨呢 在上面印刷 那这种活字版的印刷技术呢 是1453年的时候 在欧洲就已经有了 1453年有一个人叫古藤堡 古藤堡呢 他就用活字 印出了拉丁文圣经 他就开始用这种 签字的活板印刷的技术呢 印了圣经 那么圣经呢 能够用签字来印刷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圣经 各位晓得是用手抄 手抄的话呢 为了怕它损坏 所以不能用普通的纸 一定要写在羊皮卷 就是把羊皮晒干了以后 然后呢用羊皮来写 那各位想想看 一张羊皮 不能写太多字了 对不对 而且羊皮的话呢 就表示说 一个新约 一个旧约的话 可能要几百卷的羊皮 才能够保存下来 那羊皮呢 当然过一段时间以后 也容易损坏 那这样的话呢 就表示说羊皮得到的很难 而且呢 它又非常的多 所以呢 就只有很少数的人 才能够读 也就是当时修道乐里面 那些修道士 或者圣子人员 才有可能读到圣经 但是呢 等到佛字的 这个签字的火板印刷的技术 发明了以后呢 那就可以大量印刷了 当然比不上今天的印刷机 但是呢 至少它可以 同时就可以很快的 印出很多的圣经出来 所以呢 那对于1517年的宗教改革 也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那时候 人自己读到圣经 自己从圣经的真理里面 来对照的时候 就发现 哇 原来传统的天主教会 有很多的教义 有很多的仪式 有很多的说法 是不合圣经的 那人自己读圣经 信徒自己读圣经以后 才能够对圣经真理有了解 所以呢 当时的这一个火板印刷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明 戴德森的岳父呢 也是在那一个时期的时候 也是在19世纪初期的时候 他替中国人发明的这个中文的火板 签字印刷的这个技术 所以呢 马里逊呢 他们就可以用他这样的一个技术 就开始来印杂志 印圣经 来印很多的属灵的小册子 所以呢 这是他第四方面的工作 很重要的文字的预备的工作 那第二方面呢 就是办学堂 要栽培本地的人才 所以呢 1818年的时候 马里逊呢 在马六甲就办了英华书院 英华书院当时是盖得相当有规模的 那个图片里面呢 各位可以看到 英华书院当时的学校的那个规模 很像今天的一个大学的样子 那他就教育华人的青年跟儿童 中国第一手的洋学堂 后来这英华书院又搬到中国 等到公开以后就搬到香港 造就了很多中国基督徒的人台 1828年的时候呢 梁花跟古天青呢 在广东的高明县呢 也设了第一手的基督教的诗俗 也就是说给小孩子读书的学校 那这是初期的新式的学堂 新式的学堂呢 就不像传统的一个老师 然后呢 教所有的学生 大部分都教中国的45经 那这新的学堂呢 就表示说 他除了教中国的文学文化以外 那也教圣经 也教西方的这些科学 地理知识 也教英文 所以这是当时新式的学堂 那医疗传道方面呢 美国公理会 就是congregation 我们刚刚讲到五月花号的这一群人 他们就是属于美国 后来成立了美国的公理会 那公理会有一位叫Peter Parker Peter Parker 搏驾医生 他就在广州开始设立了搏迹医院 这是中国也算是第一个最有规模的 根正教的医院 比较现代化的西式的医院 后来他又附设了学校 教育医学的人才 那各位在图片里面的第15章里面 也可以看到Parker他的照相 以及画像 以及他的助手 帮助他怎么样来做医疗的工作 他在中国的医学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因为他把西方的眼科 眼科的这个观念带进来中国 还有麻醉科的这个观念也是一样 是由他来带进来中国的 那后来这个搏迹医院 也是中国很有名的一个很出名的医院 就好像北京的协和医院一样 也是在中国后来成为最好的 非常出名的医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 他们传教的工作呢 在还没有很自由 在受很多限制的情况底下呢 他们做这种预备性的工作 那亚片战争以后 各位晓得1840年中英战争 1842年定了南京条约以后呢 那时候香港还有中国五个通商口岸 就是上海 宁波 福州 厦门 广州 这五个口岸呢 就放到条约里面 可以要自由传教 可以建立教堂 那后来美国 法国 他们也跟着定了条约 所以呢 在这五个通商口岸里面呢 就开始有宣教的自由 那宣教士呢 就开始把他们的宣教中心 医院 学校 就设在这五个通商口岸里面 所以这是在19世纪的中叶以前 初期的预备时期的时候 基督教的传教工作 如果我们来评估这一段时期的宣教工作 我们就会看到早期的宣教士 特别是马里逊 伯驾 他们这些人 他们真的是很有战略性的眼光 他们在文字 医疗 教育方面呢 都建立了非常好的深广的基础 而且他们已经注意到中国人才的栽培 这过去的元朝 唐朝的警教 就没有注意栽培本地的人才 但是呢 根正教的传教士 他们从一开始 他就注意到 一定要吸收中国信徒 一定要案例中国的传道人 这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一个眼光跟这样的认识 而且呢 初期阶段的这些宣教士们 他们都有吃苦的心智 有很大眼大的眼光 而且有鼠林的热忱跟多方的才干 你看他们可以翻译 可以讲道 可以写奏 可以印刷 可以办学校 自己又可以教书 也就是他们在这个初期 预备的这些阶段里面呢 他们为后来的宣教工作 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那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要请各位看两张的表格 就是图表里面的第16页 我们从宣教学的原理 我们来看当时预备时期 他们所做的工作 这里呢 讲到一个恩格阶段 恩格阶段 James and Gale James and Gale 他是现在还在 他是在美国的 Witton College 这一位讲宣教学 讲传播学的一位教授 那恩格阶段 他提出了一个观念 他说当一个人 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不是一个突发事件 而是一个过程 英文叫process 他不是一个 single event 他是一个process 他这是一种 spiritual decision process 就是一个属灵 绝制的过程 当一个人绝制 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是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通常呢 他在最远的时候 完全没有接触福音的时候呢 他可能渐渐有一点 有神的观念 那时候呢 他对福音一无所知 但是他开始有神的观念 像中国人 以前就已经有神的观念 在三代以前 各位看那个神座电视剧里面 所讲的 中国人在古代的时候 就已经有天的观念 有神的观念 但是他们当时 还对神的了解 没有像圣经的启示那样的完全 但是已经知道说 有一个至高的 一个无上的 一个有位格的 有感情 有意志的 一个造物者 虽然他们不会用 圣经所用的这个名词 但是呢 他们已经有神的观念 这称为负八 然后接下来呢 渐渐进展的时候呢 就开始对福音 有一些听闻 负六的时候呢 对福音有基本的认识 负五的时候呢 就说明白福音 对他个人的重要性 那到负五阶段呢 我们就可以称之为 木道友了 我们今天讲说 木道友 木道的朋友呢 通常就是从负五阶段开始 也就是说他对福音开始 知道说 福音对我可能很重要啊 福音跟我有关 福音不再是 他们的事 不再是上帝的事 而是跟我有关的事了 那这是负五 接下来负四的时候呢 对接受福音呢 成为基督徒有好感 负三的时候呢 认清问题的贞结 有心要采取行动了 就是他开始想要做 spiritual decision 他想要做一个绝制了 然后到负二的时候呢 决心 他已经决心成为基督徒 那么负一的时候呢 就悔改接受基督 他就讲到说 一个人信主呢 是有过程的 那就是在人这边的回应是这样 在神那边呢 初期的时候用一般性的启示 然后呢 他给人有一个conviction 就给人有感动 然后渐渐的到了重生 这个阶段的时候 regeneration 神给他重生的恩典 人愿意凭着信心来接受救恩 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这叫spiritual decision process Engel呢 这个观念呢 在宣教学里面 几乎现在大家都通用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 属灵绝制有一个过程 然后等他成为新造的人以后呢 神让我们可以成为圣洁 那人这边呢 要愿意增长 愿意长进 然后受到栽培 所以呢 出绝制以后 加入教会 观念跟行为上成长 我们第一堂课的时候已经讲过 属灵的绝制 属灵的过程呢 通常是外面行为上有改变 渐渐观念上有改变 然后再进入到人生观 价值观跟世界观的改变 那信主以后开始的时候也是一样 现在行为上 在观念上开始有一些改变 然后呢 与神有个人的亲密的关系 然后接下来 愿意做管家的职份 愿意在教会里面有肢体的生活 同时呢 开始把神的生命流露出来 最后到生命的主权完全交给神 像这几个不同的阶段 我们称为负八到正八 当然不一定是八 也许还要更多 不过他基本上呢 他是用这种表格的方式呢 让我们来了解 一个人 一个属灵绝制者 通常是一个过程 那提出这个过程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跟我们的关系到底在哪里呢 主要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 我们作为一个宣教者 无论你是牧师 你是传道人 你是一个教会里面的长子 或者个人传福音者 那你要知道你的对象 他现在在什么阶段 他的重要性就在于让我们了解说 你要知道你侍奉的对象 他目前在什么样的对象 以及你在决定你的宣教的策略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要用 针对哪一个阶段的人来讲 好 比如说你针对那些 完全没有听过福音 对神一无所知的人 那么你可以说 他是在副八的之前的 或者是副八开始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针对这样的人 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对他来说最有效呢 那这是我们要思想的问题 用什么样的方法 用什么样的内容 用什么样的媒体 来让他能够接触呢 你要知道 很清楚的知道你的定位 像比如说这个电视片 你这电视片你是要针对那些对福音没有认识的人 或者是对福音已经认识的人呢 针对基督徒呢 那这是我们这个拍摄的人 制作的人 导演 你一定要有这样一个了解 我要出版一份刊物的话 我要知道说我这份刊物 我主要的对象是谁 你不能说我这份刊物给全世界所有的人看 这是绝无可能的事情 你如果真的想立这样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一定不会达成 因为你一定要有一个确定的范围 说我这个刊物 就是说我主要的读者 我是要给父母开始 也就是说慕道的朋友 像海外笑言杂志 目标就是父母 就是从已经开始有点 对福音有点兴趣 他已经接触到一点福音的人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读者跟对象 当然偶尔有一个从来没有读过圣经 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来读 但是我们要说主要对象 这是父母 然后到正一 到他愿意决志信主成为基督徒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范围 然后前后可能有一些人会来读 但是我知道我的对象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传道人 你会说这个刊物对我没有帮助 对了 因为他不是会你这样的对象来读的 你如果是传道人的话 你要去读Christality Today 或者去读举目杂志 去读其他的杂志 你不应该读这一个 这个杂志 你用这个杂志来传福音 给目道的朋友 同样神作电视片 或者是传神他们所拍的电视片 他们一定也有他的一个目标 也有一个他的对象跟范围 你要知道你是主要针对 哪一个对象跟范围 你这样的话 你在做的时候就有一个针对性 所以这是James and Gale 这个属灵决志过程 像我今天如果要到一个地方去目道 我一定要先问说 这个对象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是什么背景的呢 到底他们在属灵的过程当中 他们是属于哪一个阶段的呢 是完全没有听过福音的呢 还是说在教会团庆里面 已经来过半年一年的呢 那这是他们已经进入父母的阶段了 对不对 已经开始渐渐有所谓目道的阶段了 或者他们已经是觉知信主的基督徒 他们希望在灵性上得到造就了 那我们一定要知道到底我的主要对象是谁 我们针对这个对象来讲 好这是所谓祖灵决志过程 一个观念 我在这边特别介绍给各位 那当我们在评估初期教会这些传教士的时候 初期更正教来法传教士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们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 各位从James and Gale这个图表 我们来看他们是属于什么样阶段的 几乎是从腹八开始的 是有一点神的观念 或者是幻神论多神论的观念里面 但是对独一的真神没有了解的 所以他知道说他的对象是这样的人 所以他一定要先讲到真神是谁 对不对 在千世良言里面 他第一章就开始就写了很多 关于上帝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讲到一些天地之间 我们中国人古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念 那么今天这个真神我们来告诉你们 就好像保罗在雅典的时候 实行在十七章 他就说你们拜一些卫士之神 卫士之神表示说他们有神的观念 对不对 但是这个神我不认识 我不知道他是谁 那我现在来告诉你们 他就把真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然后他定了他们的疆界 他不需要来为他制造什么 他不需要助人所所造的殿宇 他把生命气息赐给人 他就把这个真神清清楚楚的 很明白的介绍下来 那也就是说他知道他的对象是谁 像Morrison 像Parker 他们这些人 他们来到中国 他们知道当时中国人对神还没有认识 对圣经没有了解 所以他就知道说我要先翻译圣经 而且还为后来的宣教士做预备 那这是很好的 很重要的策略 好 在另外一张图表里面 另外一张图表 我们下面写说使用不同媒体的最佳时机 使用不同媒体的最佳时机 这一个表格里面 有一位丹麦的丹麦的一个宣教学者叫Vigo Thoga Vigo Thoga 他曾经在亚洲的地区传福音 他曾经在亚洲地区做过很长期的宣教士 那么他就提出了他在亚洲做宣教士的时候的一个经验 也就是说在不同阶段的时候 应该使用不同媒体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那在这边呢 他只提了广播 电影 电影我想今天当然包括录像带 包括这VCD啊 DVD这一种 还有步道会 他把它放为一类 那另外一类是磁带 就是cassette 磁带 另外一个是文字 那他说我们有三种阶段 soin就是撒种传播的阶段 那第二部分渐渐开始要说歌的阶段 第三个部分是refining 就是渐渐要栽培 在在巩固的阶段的时候 提炼阶段的时候 他说不同的阶段里面的话 像第一个阶段 撒种的育工的阶段的时候 也就是James and Gale所讲的 副八到副五啊 这种阶段的时候 好 广播是相当有效的 然后接下来呢 磁带在比较中间的阶段呢 是合适的 那文字的话呢 开始的时候可以先做初期的接触 这是他提出来的 那今天情况可能稍微会有不同 然后到了将近呢 要渐渐要进入收割 进入木道有阶段的时候呢 他说他认为电影啊 录像带啊 布道会那时候就有效 那他是针对比较20世纪的 亚洲一般地区的 他没有在华人当中工作 他主要是在亚洲的东南亚地区 像泰国主要是在泰国 在在中南半岛那一带地方 所以情况跟我们华人 跟今天的情况不一定完全一样 我们只是做一个参考 我给各位看这张表格呢 主要是给各位看他说 Media Effectiveness 就是说他提出这个观念 也就是在不同的阶段里面 你要使用什么样的媒体呢 是最有效的 是最有策略性的 主要是各位看这个观念 那他像他认为文字呢 在每个阶段都非常合适的 好像广播的话 他认为在传福音阶段是合适的 但是呢 到了造就阶段的时候 那可能在初期阶段的时候合适 初信阶段的时候合适 但是呢 到了要他有深入的造就跟长进的时候 他认为广播就不是那么合适的 可能因为广播呢 可能缺少文字 缺少人的生命的联系和关系 所以他这个阶段就不合适 那像电影啊 或者是步道会呢 他认为在木道的阶段 他要准备要接受福音的时候呢 步道会 他认为那样的方式最有效 那当然他所讲的步道会 就是那种大型的人很多的那种步道会 他就认为应该要在已经接触福音 已经有心要接受福音 这样的人来开步道会才有效 如果对那些完全没有接触的人 那么你用步道会的方式 可能他们所听的 能够接受的很有限 那么词代他也认为有一定的阶段 文字工作 他认为在不同的阶段里面 有他的功效 这只是他提出四种类型而已 事实上传福音的媒介不只是这些 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的 比如像用茶经小组的方式 事实上也是一种媒介 像很多西方宣教士来中国 用英文茶经小组 那这次也是一种media 也是一种传播方式的 那像个人步道也是一种方式的 或者是教堂里面固定的信息 其实这也是一种方式 这不是步道会 这是固定的步道聚会 也是一种方式 那当然我们今天又有所谓 在网路上的这个步道方式 这是他写这个书的时候还没有的 到底在这些不同的阶段当中 什么样的媒体能够带来最好的效果呢 每一个媒体都有它的长处 也有它的限制 比如说我们如果用磁带的方式 用cassette tab 磁带的方式 按理说它有很大的长处 因为磁带或者是CD这种一片 你可以带到各个不同的地方 可以不断的翻字 它有很大的长处 可以广泛的来进行 但是磁带的缺点是什么 磁带的话呢 没有当面的接触 对不对 你只听磁带 你不能问问题的 没有双向的交流 磁带的话呢 看不到文字 如果讲的人 他讲了一些名词 你听不懂的时候 你没有文字可以看 对不对 这是一个缺点 那我们说好文字啊书籍啊 这应该是很好的媒体了 是不是 文字是很好 但是文字的话呢 有时候很重 不能够带太多 不能到很远的地方去 那另外文字的话呢 没有声音的那个影响 没有声音的效果 在看文字的时候 跟一个人当面在讲的时候 那个感受还是不同的 所以总是你有他的长处 就有他的限制 那或者是广播 广播的话呢 你说无缘佛界 对不对 广播可以广播到全世界去 但是广播呢 没有文字 也是一样 广播你没有那个文字 而且受时间限制 因为广播有一定时间了 早上七点钟 晚上五点钟 半夜十二点钟 那你如果正好七点钟 晚上十二点钟 你不能听 那么你又失去了那个机会 所以广播还是有他的限制 每一个媒体都有他的长处 都有他的限制 那么需要不同媒体 多元媒体来配合 才能够相互相成 达到最好的国效 当我们看初期的来华宣教士 他们所做宣教工作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们在策略上 在媒体的使用 事实上他们当时能够使用的 还很有限 但是他们在媒体的预备上 真的是做了非常好的工作 就是用办学校的方式来传教 事实上办学校来做传教工作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特别是中国内地会戴德森 他们借着办小型的学校 来做步道工作 做得非常的成功 像这一些方式 在这里虽然没有提到 但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初期的根正教来华宣教士 他们在媒体 在硬体 在软件 在软体这些方面的预备上 他们做了极好的基础性的工作 为后来的宣教士 打下了极好的基础 为他们的智慧要感谢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